因應現代化高樓層建築 新竹市消防局在104年度 編列三千萬元經費 添購三十八公尺雲梯車 強化立體救災能力 四號上午特地在大棚新城 舉行高樓雲梯車救災演練 強化高樓層救災技巧 這兩年來 我們在議會的支持之下 除了添購 消防局以及義銷的 這個防護的裝備以外 也添購了一部 可以到12層樓高的 這個雲梯車 還有這個排煙車 那總共投入了 7000萬的經費 就是希望提供給我們 消防局弟兄 以及義銷的夥伴們 在執行這個救火 救災任務的時候 有一個最好的這個利器 而且也能夠保護他們的安全 這部38公尺雲梯車 能應付12樓層以下的災害搶救 但是現代建築樓層往往超過雲梯車 能夠到達的樓層 因此新竹市消防局代理局長 李世公表示依據現在建築法規高樓層建築物 要依法設置消防裝備 在檢查核可後建物才能使用 我們在10層樓以上一個大樓 我們是強化它的一個 自主的一個消防設備 尤其它有相關的一個灑水設備 只要遇到火災的部分 其實灑水設備就會自動啟動 那所以在室內部分 我們大概只要它的消防設備 經過我們消防局的一個定期檢查 是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它的自主性的一個消防的裝備 是優於我們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救災裝備 消防弟兄總是水裡來火裡去 第一時間趕赴災害現場 市府近來陸續編列經費 充實及泰患消防和易消救災裝備 日前才在新北市舉辦的第11屆 全國易消競技大賽 新竹市易消同仁不負大家期望 勇奪七連霸家機 證明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的道理 那特別讓我們感動的就是 我們消防易消兄弟夥伴們 大家的戰績 還有大家的默契 我想對於我們不管是救災搶救各方面 可以說我們易消的夥伴來協助 配合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為我們新竹市的公共安全 以及救災工作來共同的打拼 新竹市消防局目前編制有六部雲梯車 在各項災害發生時都會配置一部雲梯車隨時待命 當天消防演練同時也透過宣導活動 讓民眾了解防災和救災技巧 預防各項災害的發生 凱坡新竹萬事連採訪報導